如果你想杀掉出轨及家暴的丈夫 你会采取什么样的方法 是把他引到悬崖边推下去 拿石头猛砸他的脑袋 半夜将狗熊引到他的帐篷里 抑或着制造交通事故 以上四种方式听起来还可以 实则都无法完美脱身 而我们的女主正式考虑到这些以后 选择了一种较为稳妥的方式 即将出轨难搞定 自己又能顺利抽身 至于什么方式 这里先卖个关子 女主名叫马莎 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家庭主妇 一年前 她与现任丈夫杰克结婚 过起了幸福的生活 本以为日子会持续下去 没曾想 丈夫手机上的一条短信 彻底让马莎寒了心 杰克是某家上市公司的高官 人帅钱多 是她的代名词 这么优秀的人 身边自然不缺乏追求者 但在马莎眼中 杰克是一个很有底线跟原则的人 不会干破坏家庭的事 几股令她大失所望 杰克出轨了 小三发来暧昧短信 看到短信的那一刻 马莎整个人都懵了 很快 她反应过来 跑去质问杰克 后者急忙解释 可惜这个时候的辩解 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马莎跟杰克大吵一架以后 将她赶出了家门 马莎的父亲 就是因为出轨 跟母亲离了婚 所以她特别在乎这件事 经过一夜的思考 马莎决定与杰克离婚 在准备材料过程中 杰克却主动登门道歉 并递上一份旅游手册 想要跟马莎来一场浪漫的徒步旅行 以此缓和两人之间的关系 看到杰克这么有诚意 马莎也不想 让仅存一年的婚姻 就分崩离析 于是同意了这场旅行 然而 一段视频的发现 让马莎彻底崩溃 她在分析路线时 无意间从杰克电脑里 找到一段 她跟别的女人不堪入目的视频 看到视频的那一刻 马莎彻底崩溃了 除了这个以外 杰克居然还答应小三 要跟马莎离婚 听到这话 马莎心中产生了要杀死杰克的想法 马莎在脑海中 幻想了无数种方式 唯一她觉得可行的 便是将杰克引到悬崖边推下去 就在即将动手时 被周围路过的游客打断 迫不得已 马莎只能暂时放弃 寻找下一次动手机会 很快这个机会来了 两人准备来一场 惊险刺激的野外漂流 马莎故意将杰克 用来固定双脚的绳子剪断 后者对策浑然不知 不久 他们的漂流艇 抵达最危险的水域 随着水流开始加快 船身也开始倾斜 杰克因为绳子断裂 直接翻进了水中 可他的手 却死死抓住漂流平 马莎见此情况 只能选择把丈夫拉上来 刚把对方拽上挺 马莎就一个亮枪 跌进了水中 危机关头 杰克跳进水里 将马莎救了上来 正是这场救援 让马莎意识到 杰克心中还有自己 于是马莎收起杀人的心 选择原谅了他 当天晚上 两人来到酒店 几杯酒下渡 准备来一场 酣畅淋漓的战斗 没曾想 途中房间电话 突然响起 杰克接听以后 脸上发生微妙的变化 紧接着 杰克以公司有事为由 跑到外面打电话 马莎觉得 哪里不对劲 悄悄地跟了出去 结果你猜怎么着 刚才房间的那通电话 是小三打来的 杰克出去 是为了给他回消息 马莎愤怒之情 异于言表 消失的杀意 再次席卷整个大脑 第二天 送丈夫最后一程 没想到 却在山下停车场 遇到了杰克的女同事小美 和他男朋友大壮 杰克看到小美的那一刻 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起来 其实不用猜 也知道 杰克跟小美之间有一腿 只是杰克没料到的是 小美居然也有未婚夫 既然碰见了 有人便提议 大家一起登山 马莎不好拒绝 只能同意 随后 一行四人开始登山 途中马莎注意到 杰克一直在找机会 跟小美窃窃私语 其实马莎认出了小美的身份 自从看到那段视频以后 马莎就对视频中的女主角 进行了调查并跟踪 小美出现在这里 是马莎没想到的 不光是马莎 就连杰克也想不到 小美居然会带着未婚夫 来找自己 时间回到现在 四人在一处小溪旁停留 小美准备下去游泳 杰克在偷瞄过程中 不小心掉进了坑里 小美听到声音 急忙跑了过去 不管是速度和反应 都比马莎快 随后 大壮对杰克的脚进行了包扎 突发这种意外 他们不得不呼叫救援下山 等到了停车场 杰克发现 自己的车和行李被人偷了 无奈两人只能搭乘小美的汽车 前往酒店休息 因为行李被偷 马莎没有了换洗衣服 小美得知情况 非常慷慨地将自己衣服借给马莎穿 当天晚上四人来到餐厅 大壮提议来一场四人聚餐 却遭到杰克的拒绝 他只想与马莎来个浪漫的两人餐 在马莎面前 杰克不想与小美有过多的接触 毕竟这趟旅行是为了缓和关系 而不是加剧感情破裂 怎料 马莎不按套路出牌 他认为杰克刚才的举动有些冒失 建议对方作为上级 应该去跟小美两人道歉 杰克感觉他们已经呆了一天 没有必要晚上也在一起 马莎却说道 白天见他跟小美玩得挺好的 这句话仿佛是触碰到杰克的逆临 马莎听完愤然起身离开 跑去厕所 冷静完情绪才回到餐厅 他坐到小美餐桌前跟对方聊了起来 说了一堆有的没的 小美见马莎情绪不对 便对他进行拥抱安慰 恰巧这一幕被杰克看在眼中 回到房间 他质问马莎 为什么跟陌生人那么亲近 同时想知道两人说了什么 马莎没有解释 杰克不断逼问 他们就此发生争吵 然后说着说着 话题又回到了杰克出轨上 后者认为马莎心胸应该宽广一些 不要抓着这件事不放 一听这话 他们的争吵愈演愈烈 最终杰克跑出去买醉 只留下马莎一人在房间里 杰克喝完酒准备回房间 却遇到跟大壮吵完架出门的小美 画面一转 马莎从梦中惊醒 发现丈夫没回房间 连忙拨打对方电话 结果手机铃声从床头响起 马莎将手机解锁 意外看到一条暧昧短信 是小美发来的 约杰克凌晨一点 瀑布相见一起逃跑 马莎犯起杀鸡 急忙出门赶去瀑布 看到一个穿着杰克夹克的人 正站在瀑布边 马莎以为他是杰克 毫不犹豫把人推了下去 随后 马莎回到酒店房间 他尽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然后开始组织语言 应对即将到来的警察问话 就在这时 门铃声响起 马莎前去开门 怎料门外之人居然是杰克 马莎瞬间脑瓜子嗡嗡的 如果杰克没死 那昨晚他推下去的人是谁 很快 这个人就浮出水面 居然是小美 昨晚他跟大壮吵架后 遇到了杰克 从其手中拿走了夹克 后来小美可能是 想要跟杰克私奔 于是给其发去短信 在瀑布等待 结果却被马莎一把推了下去 大壮发现小美彻夜未归 立马报了警 不久 警察就从瀑布里 发现了重伤的小美 她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可惜因为伤势过重 小美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 警察对现场进行勘察 初步认定这是一场意外 具体情况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一听小美死了 马莎整个人情绪瞬间崩溃 她拨通母亲电话 刚想告诉对方这件事 然而到嘴边的话 又被其咽了下去 母亲听出女儿遇到了问题 告急她 遇到事情要勇敢去面对 不然她将困扰你一辈子 就在这时 杰克找上马莎 主动承认了自己跟小美的关系 小美这次来也是想要拉拢杰克 当然这些都不重要 最主要的是 昨晚小美见的最后一个人是杰克 鉴于两人之间的关系 所以在警方眼中 杰克有很大的作案嫌疑 杰克希望马莎能帮她 做不在场证明 向警方说明 昨天一整晚 她都在房间里 马莎询问杰克 昨晚到底去了哪里 后者解释喝多酒 准备回房时 遇到了小美 两人聊了一会儿天 马莎知道 杰克跟小美之间 绝不是聊会天那么简单 杰克肯定是给了小美希望 然后对方才会想到私奔 但不管怎么说 马莎最终还是帮杰克 做了不在场证明 摆脱警方的怀疑 毕竟马莎这样做 也可以洗脱自己身上的嫌疑 事后 马莎拿这件事作为要挟 逼杰克说出 与小美相识相知相恋的经过 杰克说完以后 向马莎真诚道歉 她跟小美之间只有情没有爱 然而 现在的马莎 对杰克已经心如死灰 她无法原谅对方 这晚 马莎跑去酒吧买醉 却在恍惚间看见了小美的身影 马莎害怕到极致 突然 一位牧师出现在眼前 对她进行安慰 在牧师的开导下 马莎逐渐走了出来 坚信小美的死 只是一场意外 都怪那场暴风雨 让她没能看清人 作为这场意外的代价 马莎也决定暂时原谅丈夫 回归到家庭中 这天 同事们给小美举办追悼会 马莎陪同丈夫应邀参加 期间杰克得知 警察要对小美的死重启调查 他们似乎是得到线索 只是小美不是死于意外 而是一场谋杀 有人把她从瀑布上推了下来 此消息一出 马莎情绪又变得激动起来 她回到厕所 努力平静下来 然后回过头质问杰克 她跟小美的死 到底有没有关系 杰克信誓单单地表示 自己绝对没有杀人 既然如此 马上杰克将所有能够证明 和小美是情人关系的东西处理掉 避免被警察查到 从而牵扯上他们 杰克与小美之间的联系 大多是通过短信 以及电子邮件 小美这个人非常警惕 一般联系杰克时 用的都是一次信号码 所以手机问题不用担心 接下来就是电子邮件 杰克潜入小美办公室 打开她的电子邮箱 将两人所有的通讯记录删除 做完这一切 杰克才感觉到如释重负 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 杰克想起她之前 曾给了小美一把家里的钥匙 马莎得知此事颇为震惊 眼下两人迫切地需要找到钥匙 马莎来到小美锻炼的健身房 打开对方柜子 发现里面并没有钥匙 一人负责打掩护 一人寻找钥匙 马莎假借上厕所为由 进入小美生前的房间 最终是从一个礼物盒下面 找到了那把钥匙 马莎长出一口气 接着两人就离开了小美家 没想到他们刚到家门口 就被警察带走问话 女警对于小美 出现在马莎夫妻俩周围 这件事感觉到奇怪 毕竟有些太巧了 杰克对此表示不知情 也许是小美看到她出门爬山 突发奇想也跟了过来 小美这个人没有主见 非常容易被人带偏 随后杰克和马莎又相互 为对方做了不在场证明 并且马莎建称 那天是自己第一天跟小美见面 因为两人事先穿过口供 所以说法过于相似 以至于引起警方的怀疑 之后女警查询了 小美生前的活动轨迹 从监控中发现了马莎的身影 很显然 马莎关于小美的事情 有些是在说谎 就在这时 警方在小美健身房柜子里 有了新发现 紧接着 他们便将大壮抓回警局 女警从柜子里发现了 四万现金个人护照 以及几张房屋出租的广告 根据这些东西 警方怀疑大壮和小美关系不合 以至于对方正在找房子 准备搬出去住 但之前大壮接受问话时 曾明确表示 跟女朋友的关系非常好 很显然大壮先前是在说谎 其实她跟小美之间的关系 早已破裂 因此警方有理由怀疑 是大壮因爱深恨杀死了小美 大壮拒不承认 另一边 女警拿着从健身房监控截取的画面 找到马莎 询问她之前是否见过小美 马莎坚称自己不认识小美 也许两人只是巧合 在一个健身房而已 女警见马莎态度如此坚决 也不便再多说什么 全力攻破大壮的问题 很快 警方又有了新的线索 小美居住过的酒店服务员 提供了一条线索 他们曾在十一点半左右 看到小美一脸伤心地从房间里跑出来 然而 大壮先前的口供 却是两人一直在房间里 眼下种种迹象表明 大壮似乎就是杀害小美的凶手 面对警方的逼问 大壮无法解释 选择闭口不言 静等自己律师的到来 与此同时 马莎的母亲 察觉到女儿情绪不对劲 跑到她家查看 尽管马莎和杰克 尽力地营造幸福美满的样子 但还是被母亲梅姨发现不对劲 私底下进行调查 马莎和杰克对此还浑然不知 梅姨趁着小两口出门过 两人世界的功夫 开始在家里一通乱翻 果然让她找到了一丝线索 至于是什么 咱们后面再讲 马莎通过杰克之口 得知了那天 小美跑出房间的原因 是因为大壮向她求婚 而小美对大壮早已没有了爱意 所以拒绝了她 大壮感觉小美是外面有人了 因此他们发生激烈争吵 小美才水门而出 得到这条线索 马莎利用匿名的方式 告诉了警察 后者通过调查 找到了大壮求婚时 所用的戒指 大壮看到戒指的那一刻 知道自己无法隐瞒 承认了那晚所发生的事情 只不过她坚称自己没有杀人 因为没有证据 能够证明大壮杀人 所以女警在扣押她48小时以后 只能将其释放 梅姨拿着找到的照片 告诉自己的女儿 杰克跟小美有一腿 她希望马莎能就此离婚 后者却让梅姨不要捅出去 破坏自己的家庭 两人因此发生激烈争吵 闹得不欢而散 其实梅姨对马莎一直有偏见 当年父亲偷吃 被马莎看到 后者将其捅出来 导致父母离婚 母亲一直对此耿耿于怀 现在梅姨拿出照片 让马莎误以为 母亲是在报复自己 梅姨怕小美的死 跟杰克有关 因此想将照片交给警察 马莎得知情况 极力进行劝阻 梅姨可以不把照片交给警察 但马莎要和自己回家 被逼无奈 马莎只能答应下来 她假装要跟母亲走 然后从其手中将照片骗来 梅姨非常生气 要去警局揭发杰克 事情发生到这里 马莎只能将真相告诉梅姨 如果母亲去警局报案 最后受影响的指挥是马莎 听到女儿的话 梅姨明白了一切 最终选择默不作声地离开 事后马莎拿出母亲找到的照片 发现上面的人并不是小美 而是另一个人 也就是说 杰克出轨了不止一个人 马莎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她拿着照片回到家 当场质问杰克 照片中的女人是谁 杰克有些慌张 眼看躲不过去 只好承认 照片上的女人是她的新同事 望着眼前这个屡教不改的男人 马莎彻底失望 与杰克爆发激烈争吵 就在这时 大壮突然出现 原来她查到了 是马莎向警方透露了消息 大壮认为马莎知道这件事 便代表是小美告诉的她 既然如此 那么小美也应该告诉了马莎 自己在外面的人 马莎极力辩解 没想到大壮却掏出了手枪 关键时刻 杰克站出来承认了一切 大壮难以置信 杰克现状说出小美 在隐私部位有一个纹身 大壮听后情绪激动 拿枪抵住杰克的脑袋 后者找机会进行反抗 却被大壮打晕 此时 马莎重了上来 却被大壮死死地掐住脖子 危机关头 马莎摸到掉在地上的观景时 给了大壮重重的一击 接着她又补上了几下 最终将其活活打死 案件发生以后 马莎被带去警局问话 马莎解释 当时自己被大壮掐到快要窒息 完全不知道挥舞了几下观景时 通过现场急救人员和杰克的陈述来看 马莎杀害大壮的行为属于是正当防卫 马莎就此被放了出来 杰克在警察局等了他整整一晚上 可马莎并没有因此感动 回到家 杰克告诉马莎一个消息 他申请调职离开这里 回到伦敦总部 断绝所有关系 跟马莎好好地过日子 可惜马莎对他已经失望透顶 马莎就此向杰克提出了离婚 却遭到后者的拒绝 杰克苦苦哀求马莎能够原谅自己 马莎态度坚决 就是要跟杰克离婚 结束这段短暂并痛苦的婚姻 其实杰克并不是怕和马莎离婚 他怕的是在父亲面前丢人 马莎看清这一点以后 更加坚定要离婚的念头 杰克见状居然开始威胁马莎 如果他非要离婚 那杰克将会去警局告诉警方 马莎打死大壮并不是自卫 而是存心想杀了对方 说完这句话 杰克转世离开 果然马莎面对威胁不敢轻举妄动 只能暂时放弃离婚的念头 这天 杰克所在公司为他举办欢送会 马莎也跟着参加 在这里他见到了杰克的另一个出轨对象 马莎将其嘲讽了一番 杰克看到这一幕 立马拽着他离开 马莎回到家中 他不想跟丈夫去伦敦 为了摆脱对方 马莎设下了一个陷阱 他先是将杰克跟小美偷吃的视频 匿名发给警察 跟着打开手机录音 诱导杰克说出出轨的事情 以及威胁他的话 就这样 两人在临近登机时 被警方带走问话 女警播放了那段视频 马莎伪造成第一次看见的样子 脸上显满了惊讶 杰克就此被扣押调查 在视频的加持下 他不得不承认 自己与小美有过一段婚外情 但杰克坚称 小美的死跟他没有关系 并且小美死之前 自己已经跟他分手 女警反问杰克 分手了 小美还会追着他 难道就因为缠着他 杰克就要杀了小美 杰克听闻坚称自己没杀人 画面一转 来到马莎这里 面对女警的审问 她一边哭泣一边将丈夫 彻翼未归的事情 讲了出来 马莎之前之所以做伪证 是因为过于相信丈夫 随后警方拿出在瀑布现场 找到的红色夹克 根据上面的DNA显示 这件衣服是杰克的 最终在杰克跟马莎的证词下 杰克被警方认定是杀害小美的凶手 被判入狱25年 杰克多次提起上诉 均以失败告终 影片最后马莎去监狱看望杰克 向他说明了所有真相 杰克怒不可遏 准备揭发马莎 没想到后者却表示 自己怀了她的孩子 在孩子的要挟之下 杰克只能乖乖认栽 马莎顺利出身 至此剧集结束 片名《荒野》 一部最新善用的英国剧集 典型的大女主剧集 前面部分太过邋遢 后面部分剧情非常紧凑 只不过我个人感觉 导演将这个事拍得复杂了 本身很简单的一件事 非得故弄玄虚 整体观看一般 不是很值得观看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让我们下个电影再见